głosetto realty 我们尊敬的菩提大长老 作为比丘 作为比丘尼大姐 各位学员们 残期结束了 今天早上 把手机发回给大家了吗 有没有发现 手机 一个手机 好像比五盖还要强 我很常笑说 我很常开玩笑说 手机盖比五盖还要强 第六盖叫手机盖 前几个月 我们在马来西亚 也打了好几个成修 其中有一个是四五亮星 学慈悲喜舍四个的禅食 有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发展上老板 禅食之前 四五亮星禅食前 通知大家来关手机 最后一天发给他 迫不及待的 一打开手机叫起来 他说三百多封信 那怎么回啊 三百多封的信 怎么处理 就开始起烦恼了 第一 立刻就出来 他说 怎么回你的信这么多信 他说没想到 原来他其实平时每天都很多信 有一些是他的秘书 他的下属帮他处理啊 那有些事情还得自己要处理 一打开手机 那个巡视啊 Duck 就开始制造问题了 开始想 心就收不回来 不过 他很快当然又察觉了 哎 我的心跑掉了 你看一个老板啊 平时没什么时间参修 但学会的方法还是有察觉 我起敌意了 我对我手机里面的信件起敌意 我们学习四念诸 学习佛教的止观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 有很多好处 利益 阿尼三摄 阿尼三摄就是利益 有很多很多利益 而且这些利益就如同 沙门果金 就如同沙门那帕拉苏特 在迪卡尼格亚中说 很多不需要等到来世 我们精神中 只要你做 你就会得到这些利益 这些利益我们称它为 阿尼三摄帕拉 阿尼三摄帕拉 就是利益果 也称它为 尼三的帕拉 这就是等流果 这个就昨天 学员问到 我们精神造作 精神可以得利益吗 可以的 现世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这个叫做帕拉 那我们说 今生造业来世受果 很常会用 Vibhaka 异首 Vibhaka 帕拉 这个是有辨别 这个名词啊 利益的用词 比较平凡出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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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看到不多不平凡 但是在 Tikka Sub-commentary 用的很多 但是这个用词啊 你闪着 你闪着 爬着 再说一切有不 很早就在用了 这时代用得更早 而且很平凡 是在 解说种种果的时候 常常用到的 亦首国等流国 这也常常用到 我们知道学习 直观啊 很多好处 不必要等到死亡之后 就好像阿瑟斯王 他请教当时的六个学派 他们都说他们的 有一套很好的方法 但是你要体验到它的好处 他说没办法 精神没办法 要等到死了以后 你才知道的 这些好处是你没办法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思想 现在有很多宗教教我们 做善事 什么好处 都要等到来世才有受果报 不是上天国就下地狱 好像都要等死了之后才知道 难道不能够检验 我们精神就知道吗 就如同我们精神去读大学 学一门专业的东西 学完之后 这个老师跟你说 你毕业了 不过你要得到 学到这种专业的好处 你要死了之后才知道 你会再去读吗 同样的 佛陀提到《沙门果经》 有十四种的沙门果 除了前面两个 当时印度的风俗 其他的《沙门果经》 其他的包括《沙门果经》 《沙门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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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好处都是今生就可以经验了 而且说实在的 你今生有经验到你才有来 对来世有信心 是不是能相续啊 如果今天是零 你所学一切都零 要来世才知道 你死了之后发现上当了 被骗了怎么办 来不及回来 投诉啊 所以 学识念诸 有很多好处 学直观有很多好处 我们学习四大 单说这个四大 单单就说这个四大 我们的心可以收回来 心不会患散 不会得到心里患散的疾病 而且其实你也能专注 你的EQ跟IQ绝对有帮助 你的智商跟情商会比较稳定 现在充满诱惑的这个世界 都是让你五根同时赶快多多用 把你消耗掉 没办法收回来 所以我们要把它收回来 我们的心智 情绪 智能 都控制得会比较好 不会一直被外在带着走 所以你学习四大 你的心可以收回来 第二点 你对四大 你透彻地慢慢了知 原来这个色身是暂时存在的 它是无常的 它会启发你 如果好好地善用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不要糟蹋它 它精神能存在 一部分是过去带来的夜生色 还有一部分是你天天吃啊喝啊 去滋养它的 还有靠大自然的空气啊 阳光啊来滋养它的 还有你的心念在滋养着它 我们知道没有这些东西滋养 它不可能能够生存下去 这个色身能生存下去 佛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缘起 一一缘而生 藏缘防身 没有东西是复兰间 没有原因是出现的 这个四大也一样的 我们一直年轻的时候就抄 抄它 虐待它 因为它很听话 你叫它能做什么 它就一直做 就好像你的庸人一样 能做多少 一直逼它 一直逼它 它还年轻的时候 它还能为你做一些东西 到了中年之后 它有时候跟你说 老板 我开始复合不了了 我累了 可是我们的欲望 不要让它停止 继续朝它 坐啊坐 到有一天 它会罢工 它会瘫痪掉 它会告诉你 我不行了 这时候你才察觉 原来它不是我的 我以为你是我的庸人 我要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才发现 这时候色神你控制不来了 因为我们感觉到 能控制的时候 也是在条件 符合的因缘下 你能控制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色神真的不是 我们全部能控制的 他病了 他倒下来了 你才知道原来你要配合他的 所以我们有好好善待过身体吗 我们一直朝他 腻待他 到有一天他不能配合你的时候 他说 我要休息了 我要倒了 所以你观察四大 你会趁早发现 四大是脆弱的 Loop Loop这个词本身就有败坏 这个词根就有败坏 它不会长久 第一 所以我们第二点了解四大之后 你能活一天 能够用一天好好珍惜他 要跟他好好相处 要善待他 不要虐待他 他也是有因有缘会活得好 因缘不具备 他也会分崩离习的 他有会结束的一天 第三点 你一直在学习无常观 观察四大的变化 包括感受的变化 趁早知道这个色神 是有生有灭的 他不是永远一直活着的 到哪一天你的身体 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不会那么大的打击 你的受用 也不用等来世 你现在在学习中 包括你看到你自己的心 都在无常变化的时候 趁早知道 不要等到他败坏的时候 才极大的恐惧害怕 在诚实论中 有一个很好的批语 他说一个平时 没有修无常观的人 等到自己的身 色神跟明法 色神的败坏 明法开始要结束了 命根要结束 才开始产生 极大的恐惧害怕 一个修明迷修无常观的人 面对无常变化的时候 因为世间的明法跟色法 它的真相就是无常 它没有常 但是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直取 我们的撒恰也见 都认为色寿 详 形式 全部是常 你的常见 一直跟无常在冲突的 现在你要抽掉它 釜底抽心 抽掉它 看见它也是无常 它就跟自然现象融合 真相是无常 你的心也是无常 如果你的心是常 你一直发现色也在变化 瘦也在变化 想也在变化 行也在变化 事也在变化 统统在变化 看到外在也在变化 你就受到打击 所以诚实论中说 提前学会观察 明色是无常的人 诸行是无常的人 就如同打雷之前 一个极大的雷声响起之前 你先看到了闪电 你看到闪电 闪电过去 你心里有数 雷声即将到来 对于一个常常已经看见无常的人 到哪一天身体败坏的时候 你不会有极大恐惧 因为已经看过闪电了 所以像这些好处 当然还包括 你学习世界分别观 你成就的进行定 进行定是玉界很好的善业 它可以召感你来世 再得到很好的人天国报 因为玉界进行定是一个很好的业 所以它能帮助你 将于保障你来生 得人生 不堕落 另外一方面呢 能够开发你的成就 再加上观察 手造色跟心跟心手跟缘起 成就法柱子 所以当时世界分别观 作为入门就有那么多的殊胜 当然完整的学习四年组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这次长期跟一王不同 我们把安波念抽掉 是因为过去两次在带领中 发现时间太紧迫 在检讨中有一些学员的反应 学习的时间很不够 那抽走之后呢 感觉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对于想多练习的人 变成经验的人 他觉得时间是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在四年组中抽出一些 适合现在的人 在学习 然后容易上手 容易受用的部分 四年组跟缘起一样 圣身圣身 很深 也很广很广 绝对不是像我们七天所学 就是完整的四年组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入门 我们这七天所学的 我所教的 只是佛陀教导四年组的 有人说是小学 我说不是 幼儿园 有幼儿园就是好的开始 希望大家在学习上 多体验 回到家里 多练习 把四年组 应用在你的动态中 应用在你的静态中 每天可以养成习惯 做几分钟 慢慢来 一点一点慢慢累积 时间不要长 刚开始 品质要求要好 我们长期就到这里 最后我们做回向 我们在回向我们做两次 一次是对自己修慈心 第二个我们对一切众生修慈心 大家跟着我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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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й Bian saved sabre 合理 阿嫁 阿 créd 阿 Chris sukhi adhanang pariharami 愿我没有敌 愿我没有尘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saphe sata saphe sata averahontu aphyabhajahontu anigahontu sukhi adhanang sukhi adhanang pariharantu sukhi adhanang 愿一切众生没有敌 愿一切众生没有尘害 愿一切众生没有忧苦 愿一切众生没有忧苦 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 sa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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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